宜蘭縣因應疫情的升溫 縣長林子廟在1月20號宣布各風景區 交通廠站、百貨賣場 還有寺廟等人潮比較多的地方要全面消毒 而縣長今天也來到了羅東、夜市、都島、商圈 還有周邊環境的消毒情形 希望大家一起來落實防疫的措施 因應疫情升溫縣長林子廟1月20號 要求環保局以及各項市公所清潔隊 組成了70人的防疫消毒大隊 針對各風景區、交通廠站、百貨賣場 跟寺廟等人潮聚集地點做全面性的消毒 超前布設防疫網 而縣長今天也特別督導了 羅東、夜市、周邊的商圈 以及環境的消毒情形 希望可以落實防疫措施 為縣民打造安全的春節環境 伊蘭專民來消毒 防疫到頂來 因為疫情的升溫 伊蘭縣我們希望在過年這段期間 大家都能夠平安健康 所以伊蘭縣全面的消毒 12個鄉鎮市全面都消毒 所以我們總共有70位的這個 我們的清潔人員 還有我們有25臺的喷霧機 12臺的消毒車 總共現在已經消毒了1169處 然後機關、團體、學校、夜市 還有街弄、巷道全部都消毒 希望大家能夠過一個好年 雖然我們是穩定的 但是我們希望更健康 為著保障人民的這個健康安全 過你期間大家都能夠平安 這是最重要的 也非常感謝12鄉鎮市長的配合 大家團結合作 一起努力 讓伊蘭縣能夠更健康更平安 現階段是防疫的嚴峻期 縣府除了提醒各營業場所 要加強自主防疫的消毒作業外 縣長林茲廟也呼籲大家 防疫不分你我 出入公共場合 要佩戴口罩、勤洗手 並也保持社交距離 才可以有效杜絕病菌 一起平安度過疫情 讓人現在能夠平安、健康 環保局表示 預防性的消毒作業 出動了25台的噴霧機 消毒車有12輛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消毒了1169處 其他地點會陸續 在農曆春節之前完成 希望可以杜絕病毒傳染的管道 讓大家安心過年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採訪播到 防疫到停台